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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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们说到超好生活 我们说到四个好 那四个好 都是你可以多一点的控制 由你自己去决定做多少 或者是什么时候做 另外三个好 听下去好像没有那么多机会 你是完全控制的 因为包括就是爱得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工作好 最后一个就是心态好 其中爱得好和工作好里面 在日常生活里面 很多东西都是不持如期的 关系上你不能选择你的家人 可能你可以选择 你和哪一个亲口一点 哪一个疏远一点 但在关系上 有时我们就很难去 确保对方是完全 完全是如你所想的 去和你相处的 所以我们就只可以 去为自己建立一个健康的界线 去让你和人的相处里面 是知道什么时候 什么人你可能会更亲近 有些人或者是有些事 我们就要调调一下自己的期望 让我们和他可以保持距离 或者是亲近一点 以至到你和他相处的时候 你都会找到一个 适当的舒服的位置 工作好里面 其实我们就 当然如果找到自己 喜欢的工作 那就最开心了 但如果有时候我们 在工作里面 找不到我们最喜欢 或者最配合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都不用伤心失望 你可以在公园的时间里面 可以找其他时间去做一些 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工作即是我们生命里面 其中一个部分 所以都希望你不要灰心失望 今天找不到的时候 可能你明天或者后日的时候 你慢慢会发现到你自己 因此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装备自己 去再找你自己 喜欢的工作 而最后一个 就是心态好 也是最重要的 我之前都有说过 我们在我们的期望 或者我们的理想里面 和现实都有一个落差 而心态好就正正帮到我 我常常跟大家说 虽然我是一个神学院导师 可能很多的电影师妹都说 神学院导师当然常常 要别人背圣经 即是读圣经 但我都可以很肯定 告诉你们 读圣经和背圣经 其实真的很有用 因为当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的脑袋里面都是空空的 我们很多时的反应 都是用一个最原本的反应 去处理一些人事情 让我们在压力里面 很多时都会很混乱 但因为我们心态好 心口意思就是说 我们能够在平日生活里面 能够亲人神 亲神的华语 都是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 当有压力或者一些困难来到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可以是怎样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或者我们的心态 就可以调教得好些 知道怎样去满意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事 外面的人 希望这个生日生活 可以看到大家 还是在这种感觉 哪一个因素 哪一个人 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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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人 哪个人